哈囉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為了慶祝瑪利歐35週年 任天堂發表了不少關於瑪利歐的今年活動 其中最先出現的 就是限時購買的瑪利歐3D收藏集 如果有看我直播的觀眾 也看我用80%的技術、20%的娛樂 直播了銀河不少次了 欸,我已經妥協20%了喔 照理說新遊戲推出 我應該會在玩過之後做一部遊戲分享 但這款遊戲畢竟是一款老遊戲的合集嘛 所以我這次就想換一個方式來跟大家聊一聊 開頭一樣會快速介紹這三款遊戲 之後會跟大家分享關於瑪利歐3D系列帶給我的感受 以及我購買這個收藏集的心態變化 瑪利歐3D收藏集裡面收錄了三款遊戲 分別是於1996年推出在N64平台上的超級瑪利歐64 於2002年推出在NGC平台上的超級陽光瑪利歐 於2007年推出在Wii平台上的超級瑪利歐銀河 除了遊戲的收錄之外 另外還收錄了這三款遊戲中的原生帶喔 以單獨的形式被收錄在這款遊戲片當中 包含36首超級瑪利歐64的音樂 58首陽光瑪利歐的音樂 以及81首瑪利歐銀河的音樂 在播放音樂的時候還可以關掉遊戲畫面 讓遊戲機變成一台遊戲原生帶播放器 遊戲的部分畢竟是收錄了三個過去的遊戲 在Switch主機最高1080p的解析度之下 直接玩原版的三款遊戲確實會有點悲劇 也因此任天堂有對三款遊戲的畫質做了調整喔 最舊的瑪利歐64因為當時製作的時候 螢幕比例跟現在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依然保持4比3的比例 但解析度從原本的320x240p提升為960x720p 陽光瑪利歐的變化我覺得是最明顯的 64由於還是多邊形建模的關係 所以遊玩感受上有差但不會到非常驚艷 陽光瑪利歐從原本的640x480p 4比3的比例 提升為1920x1080 16比9的現代解析度 當成一款近現代的遊戲玩都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最近有在玩NGC的遊戲 所以落差對我來說是非常明顯的 瑪利歐銀河的解析度也是有感提升 從原本的640x480p提升到1920x1080p 不過因為Wii似乎原本就可以放大成16比9 所以比例的部分就不算是有調整 但在畫面的呈現上 三款遊戲真的都讓現代玩家接受度 大幅度的增加了不少 如果想要看到詳細的畫面比較影片 國外有創作者分享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大家可以去看看 時代的變化與遊戲公司的認真 3D系列的瑪利歐遊戲 雖然說它被歸類為一個系列 但以我來看 每一個版本都可以被當成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確實會有些系統被傳承下去 但每次出新的版本 你永遠不會知道這次瑪利歐又可以做出 怎麼樣的攻擊動作 縱觀全部的3D系列 他們的玩法不外乎就是在相亭的世界當中 尋找著關卡裡面的星星 當星星的數量達到一定的時候 就可以挑戰庫巴 但每一款卻都做得很有特色喔 先看最初的版本 超級瑪利歐六四 這款遊戲是3D系列的始祖 也奠定下了整個系列的基礎 遊戲的架構是透過城堡中的畫來當成關卡 每一幅畫裡面都會有一個小世界 並且每一個小世界當中 都不只會有一個星星可以收集 當我們收集的星星越多 就可以開啟其他房間的門 並且挑戰後面的關卡 最終打倒大魔王庫巴 在這個版本當中 瑪利歐的攻擊方式 除了熟悉的跳躍踩敵人之外 還加入了拳擊 在這裡我們的馬大叔終於會揍人了 到了超級陽光瑪利歐的時候 收集星星變成了收集太陽 但不變的是一個又一個的關卡挑戰 以及藏在地圖中的各種謎團 然而陽光瑪利歐最大的不同 就是取消了揍人系統 畢竟讓我們馬大叔打敵人 確實好像不太好啦 於是這裡讓瑪利歐背上了噴水器 直接用水來噴敵人 除了可以向前噴水之外 另外還有別於其他版本的各種華麗跳躍 這裡加入了噴水飛行器的系統 讓玩家的跳躍動作多了一點增高的可能性 並且也讓滯空的時間變長了 遊戲中主要是透過噴水 來清理敵人製造類似油墨的東西 欸這怎麼有一種七彈大作戰的既視感 反正都是任天堂的遊戲啦 沒事沒事 如果照順序先玩六四再玩陽光 老實說我會覺得除了主架構相同之外 已經可以說是很不一樣的遊戲體驗了 時光來到瑪利歐銀河 瑪利歐從2D走到3D 但實際上並沒有從平面走出去 於是到了銀河 原本的平面變成了球形的星球 並且加入了重力系統 利用重力讓玩家在星球之間穿梭 甚至跳太遠都有可能 直接因為失去重力而飛出星球外面 不過遊戲不變的是收集星星與華麗的跳躍 但拳擊沒有了 噴水也沒有了 這裡的瑪利歐開始了旋轉攻擊 透過旋轉來攻擊敵人 看似打人卻又不是打人 任天堂真有你的 銀河這個版本首發是在Wii平台上 Wii是一台主打體感的遊戲主機 所以在遊玩上加入了可以揮動搖桿 來跟畫面互動的系統 看到遠方有星星碎片掉下來 跑不過去怎麼辦?不要緊 拿起Joycon一揮 整個螢幕的碎片都變成我的 揮動Joycon也可以讓瑪利歐直接發動旋轉攻擊 我很推薦大家放下Pro手把 拿起Joycon來體驗銀河 也在這個版本開始加入了交響樂的配樂 每一個關卡的音樂單獨聽都是非常棒的享受啦 之前有人在問我說 他有玩過最新的瑪利歐奧德賽 那這樣又何必去玩舊的版本呢? 如果是別的系列作品 有些確實版本之間的相似度太高 可以玩最新的就好了 但3D瑪利歐系列 雖然他們是一個系列 但實際上能夠被稱為系列的要素 我想只有3D、收集星星、華麗跳躍、相挺玩法而已了 實際上每一個版本都有自己專屬的特色 每一個版本都值得玩家好好品味 那我自己又分別是怎麼看待這三款遊戲的呢? 又或者說我是怎麼看待這款合集的 我在看到瑪利歐3D收藏集的第一時間 腦中是完全沒有冷飯這兩個字的出現 以我的立場來看啊 除了瑪利歐64我有玩過NDS的版本以外 另外兩款遊戲都因為主機的緣故 我沒有體驗過 所以我當下是高興的、是興奮的 但由於我自己後來有買了NGC跟Wii 所以也很清楚當時的時空背景下 這些遊戲的畫面表現可能會有點悲劇 直到打開遊戲的瞬間 也就是我第一次直播銀河的時候 我才完全放心下來 任天堂讓我的眼睛享受到了可以玩得下去的遊戲畫面 瑪利歐64因為出的時間早 對沒有接觸過的玩家來說 他的畫面表現是這次合集中最尷尬的 多邊形的3D遊戲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視線當中了 但其實瑪利歐64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 可以說是一個開路先鋒 不是3D遊戲的開路先鋒 而是給業界的一個教學 怎麼做好3D遊戲的開路先鋒 然而不論歷史如何 作為一個現代人 我們讀著歷史卻不會真的想要回到過去 遊戲的歷史很有趣 但我們更享受於科技帶給我們的舒爽與便利 如果你真的對這款遊戲不存在情懷 老實講這或許是這款收藏集中 你唯一沒有辦法玩下去的遊戲 我是一個當時有情懷的玩家 我經歷過那段歷史 現在的我是看著歷史、玩著歷史、享受著歷史 這就是我心中的瑪利歐64 陽光瑪利歐對我來說就是第一次接觸 由於整體的畫質調整的關係 這款遊戲不論是在操作手感上、畫面表現上 我都覺得至少可以被稱為一款近現代的遊戲 即使是現代的玩家 對它都可以有很高的接受度喔 3D馬利歐遊戲一大樂趣就是尋找與解謎 在鄉庭的世界中不斷的尋找星星 而這款陽光瑪利歐還有加入尋找藍金幣的要素 即使不是在關卡當中 都可以享受在村莊中尋找藍金幣的樂趣 我是覺得非常新鮮的 相較於六四給我的感覺 陽光瑪利歐在遊玩的體驗上又輕鬆了一些 遠距離的噴水模式讓我有更多的容錯空間 也更敢去嘗試一些原本不敢嘗試的事情 畢竟還有隔一些距離啊 另外因為有噴水系統 陽光瑪利歐也多了很多有趣的動作 包含噴水滑壘前進、空中旋轉噴水、抓住繩子旋轉等等 我對這款遊戲的新鮮感其實比銀河帶給我的還要更多 瑪利歐的本體就是樂趣的這個想法 就是陽光瑪利歐帶給我的感覺 不過因為變成了強制的線性關卡 讓我們不能跳過自己比較過不了的關卡 重複失敗的過程確實會感到疲憊啦 瑪利歐銀河是我打開這款合集的第一款遊戲 因為最多觀眾投票想看 不過其實我自己一開始內心最能接受的就是這款遊戲 理由單純 因為這款遊戲的推出時間比較晚 感覺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然而在玩了之後 我是打從心底覺得這款遊戲是真的厲害了 你們有看我直播的就知道我對他的誇獎很多啦 如果瑪利歐六四對我來說是地圖比較有趣 陽光瑪利歐是瑪利歐的操作上比較有趣 那麼銀河的地圖與角色本身可以說都非常有趣 地圖的變化透過重力讓關卡的設計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可以設計成平面讓它跟過往一樣 可以設計成球狀讓玩家思考重力 可以設計成方形讓玩家需要有方向感 關卡之間幾乎沒有讓我覺得我在做重複的事情 當你開始有點疲乏的瞬間 新的要素馬上就塞到你面前 似乎完全沒有給你任何放下這款遊戲的理由 遊戲的音樂也讓遊戲的沉浸感更加強烈 交響樂的配樂讓遊戲的氣氛更被凸顯出來 對我來說陽光瑪利歐或許是近現代遊戲 那麼瑪利歐銀河在設計上面 即使在我玩過大量遊戲的現在 我都認為它是一款現代遊戲 這種不斷有驚喜的設計真不愧是任天堂 我在買瑪利歐3D收藏集的時候 其實有幾段不同的心情啦 在遊戲剛公告要推出的時候 我內心中想要買 想要買的是我錯過的歷史 我抱著想要做懷舊遊戲的心情 想要來潛藏一下這款遊戲 搭配上它的音樂收藏 我自己剛好也有25週年收藏CD啦 有一種補滿瑪利歐的感覺 而在等待的時候 我其實有玩了一下Wii版本的銀河2 之前我就有買了一直沒有時間玩 看著Wii的畫面表現 我其實是開始擔心的 擔心自己沒有辦法在收藏集上 獲得好的遊戲體驗 擔心這個收藏集的價值就只有收藏 拿到遊戲之後我也一直沒有把遊戲打開 直到我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我想讓我最真實的反應直接展現給各位看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看著這款遊戲 結果就如你們所看到的 對於沒有玩過的我來說 這款收藏集讓我深深的愛上銀河 愛上陽光 只有六四到現在還是真的只想收藏 如果真的要拿來收藏 或許我需要再買一片 然後放進我的防潮箱裡 老遊戲的收藏集啊 其實很容易被說成超冷飯 但其實以我的觀點來看 你沒有興趣不要買就是了 如果銷售量不好 遊戲公司自然就不會這麼做 有些人說啊 這是要阻止大家去買 要抵制遊戲公司啊 但如果你環顧四周 或許你會發現剩下你沒有買耶 這冷飯是真的香啊 明明知道香我又幹嘛要抵制 幹嘛不買 真的是臭的那它的銷售量 你不需要抵制也會有很糟糕的表現 這就是市場 基本的供需關係而已 任天堂的冷飯啊 我吃的不勉強 我吃的又開心又爽 瑪利歐3D收藏集呢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呢 我自己呢 是覺得非常值得 值得到我想要再去買一片 不拆瘋魔 但對你來說值不值得呢 這就要看你有沒有興趣了 你過去呢 有沒有曾經全破過了呢 你需要的不是我的答案 只不過是要問問你自己 啊 還有你的錢包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呢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請讚你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 沒有 沒有 有 開 其實我們下集完